字幕志愿者 李嘉豪 多謝你的耐信 昨天你聽過我們的慰勞討論 Exhaustive Thinking 即是甚麼隱瞞的角度 我相信都提供了給你 我亦相信我三位拍檔 未來2至5都給你一些 Crystalize 之後的觀點和分享 不知以前你有沒有看過 香港電台有一個電視節目 叫做英語一分鐘 或者也有中文一分鐘 試試用一分鐘分享一個idea Benson 我又試試用一分鐘的時間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其實蘇根哲昨天也問了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現在你已經在夢想之中 也就是說你這一刻過的生活 其實不是就是你的夢想嗎 我都是兩個小孩的爸爸 以孩子為中心的生活 其實很快就過很快就結束 當你的小孩成為中學生之後 就不是那麼黏我們 不是那麼遠跟我們在一起 李家豪的回信 慰露不取暖 又正如麥之華昨天也提到 即是你當刻這一刻的時候 就做你這一刻的事 又這一刻的夢想 當你的小孩還黏你的時候 會不會享受盡以孩子為中心的生活 每一分每一秒呢 當然如果你的夢想是真的時候 去讀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你亦都可以帶小孩去國外生活 你老婆雖然有看法啦 但你就這件事有沒有做過任何的準備呢 既然你這麼想讀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在跟老婆講的時候 是不是講過就算啦 既然如果這真的是這麼大的dream 或者有沒有做了一些research 是可以真的帶到你家 去舉家遊學一年呢 如果你夠彈藥的話 李家豪 心談解憂 慰露不取暖 但這個外信裏面 都可以要去外國讀這三個字 這個外國是不是就是 主要不在香港就可以呢 還是其實你亦都有要求呢 或者你所說的as long as 不是香港 其實是不是你對香港的生活太艷倦 是一種逃避的現實呢 那我相信這一個就是你最清楚啦 不過我真的很希望 你想一想昨天我們討論過的問題 會不會就是你現在活在夢想中 退後一步想 你現在享受的育兒家庭生活 其實會不會就是很多年前 你正在想像中 夢想中 很不容易得到的東西 在這一分鐘裏面 我希望跟你分享的一點就是 千萬不要在你享受的東西當中 白白放棄 有時不自覺放棄了之後 你才覺得 這是很大的損失 另外你也要準備一下 如果你跟老婆繼續去探索 傾談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她會問你一句 那當初為什麼你選我呢 那你又會怎樣回答呢 好好想一想 你現在過的生活 會不會就是當年你自己的夢想呢 如果當年你沒有選擇結婚 沒有選擇有家庭 現在過單身又來朗蕩的生活的時候 會不會一直都在幻想著 今天你眼前的一切 就是一直你想達至的夢想呢 祝福你 李家浩 我是麥芝華 她是猶太大屠殺研究學者 李家浩 為了不不取暖 為了不取暖 為了不取暖 和在逃遍對學者 さあ 他 趁着发力去充满 从未多过问你 从没关心到场 和我同样 可能让我引你去冲 不分尽头的下流 无论多远近亦怀着 天真飞着 慢慢去充满 不分尽头的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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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趁着发力去充满 从未多过问你 从没关心到场 和我同样 不分尽头的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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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尽头的下流